大家好 最近中國又出了一些 可以說是標期立議的事 國安部插手金融經濟活動 這個可以說是世界奇聞 最近國安部發表的文章 要警告所有人不可以暢空經濟或者暢空金融 他怎樣暢空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定義 總之他的意思是你不可以說壞話 你只可以說好話 你要和共產黨保持一致 口徑一致 形勢大好 我們經濟在復甦 我們今年的GDP預期會達到5% 明明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但是你要跟著他這樣說 如果你暢空 我的理解 他講的所謂暢空 譬如說你告訴別人 中國的失業率一直高升 尤其是年輕人 16歲到24歲的年輕人 官方說有21.3%是失業的 這個北大的教授叫做張丹丹 自己計算出來的是百分之四十七 是失業的 就是這個年輕人 這些是不可以說的 包括這個張丹丹教授 他們是犯了罪利的 槍空中國經濟 那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做呢 其實很簡單 他們是狗急跳牆 我一直都是這麼說的 中國的經濟是無可夠弱的向下 這個事我不跟一些人 有些人可能30年前就已經說 他的經濟是假的 我沒有這麼說 但是我是從2015年開始 跟大家說 中國經濟現在只會向下滑 不會向上的 那麽很不幸的呢 是讓我說中了 雖然他表面上仍然在那裡 就是給一些花瓶給你看一下 給一些假的東西給你看一下 但是事實上是一直走 比如 給一個例子 中國的外匯儲備 最高峰是2014年 那個時候是達到 三萬九千億美金 這個外匯儲備 外匯儲備就是 在一定的程度上 會表示你的經濟和金融的穩定性 有多大 那自從2014年之後 中國的外匯儲備 是一直向下滑的 現在呢 是已經滑到 2011年那個水平 2011年是 3萬億左右 3.1 3萬億美金 外匯儲備 那爲什麽外匯儲備 但是我已經感覺到 中國的經濟呢 很多是靠做假 做假 來 滑它上去的 但是你不可以這樣做 靠做假來 騙人一路 可以一路地繼續 將那個GDP 什麼東西都這樣 遲早有一天 它是不可能再 滑了 因為中國的經濟增長 一部分呢 是真正的 中國人民的 辛勤勞動 而造成的 這個我們要面對事實 這個是實事求事 是因為鄧小平 看到 嗯 其實中國人呢 如果給他機會去做生意 去做勤勤的勞動呢 他會創造很多財富 所以他就搞了一個改革開放 那個改革開放呢 是只改經濟 只放經濟 不改政治 不改 不放政治 絕對沒有政治改革 這是他的策略 那這種這樣的策略呢 就是你放手給中國人做生意 中國人創造了很多財富 但是呢 他的基本那個領導理念呢 是錯誤的 為什麼說錯誤呢 他是騙人 他說我們要搞商品經濟 他不想用這個市場經濟 其實他是改名的 商品經濟 但是他是騙人的一個市場經濟 騙中國人和騙外國人 騙中國人 希望每一個中國人都覺得 啊 我都有機會發展 你就可以無言中接受了一個共產黨統治你的合法化 因為共產黨有給你機會發財嘛 但是呢 這種假的市場經濟呢 也是用來騙西方 騙外國 騙日本人 西方人 來投資 他們以為 啊 中國真的要進行市場經濟 他們 他們很清楚 市場經濟這個體制呢 是威力無強的 是 可以將 所有 可以將 人民的 智慧和勞動力 解放出來 然後 創造極大的財富 啊 好像美國那樣 美國為什麼會成為世界最富強的國家 就是因為它很早就實施 非常 非常清晰的市場經濟 比歐洲更厲害 歐洲的市場經濟呢 是有很多那些計劃經濟的因素在裏面 它是以歐洲市場經濟可能佔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三十是計劃經濟 大概老統的說 美國可能百分之九十是市場經濟 百分之十是計劃經濟 不過呢 美國的左膠 美國的左派 最近這三十四十年 是越來越多想加強這個 就是計劃經濟的那個因素在裏面 所以對美國是不好的嘛 而中國呢 完全是假的市場經濟 它是給民營企業一定的自由 去發展他們的業務和發財 但是共產黨一直盯著你 你如果現在行叉搭錯我就不客氣 還有呢 因為腐敗 你一定要給我們一些好處 那我才容許你繼續發財 那麼 這種做法呢 是會開始的時候 解放出很強大的財富創造力 但是呢 不可能是長久 為什麼呢 因為真正的市場經濟 是那個企業家本身 完全是掌握自己的企業的命運的 它可以隨時 它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不需要看任何一個政黨的臉色 但是中國就不是這樣的 你如果這個企業 你只要超過100萬美金的生意 肯定你一定要被共產黨釘出來的 還有你一聽話它就啪插手 共產黨不斷地插手 不斷地給你很多所謂的指示 其實就是一種市場 是一種破壞市場經濟的活動 所以肯定不行的 那麼另外呢 共產黨它仍然是一黨專政 它搞很多那些指標給你 那些指標是完全違反市場經濟的原則 講一個例子 在這個改革開放那頭20年 它經常要講一個叫做補白 就是保持8%的意思 補白 那是什麼意思呢 它意思是說 我們為了能夠吸引更多的外資 為了中國人認為它有發財的機會 所以我們那個GDP每年的增長率 一定要保證在8%以上 因為很荒唐的 因為GDP不是一個推動經濟的動力來的 GDP是你經濟發展的一個結果來的 你因為做得對 GDP會上漲 你做得不好 你會走去 但是你怎麼倒過來 我們一定要達到8%的GDP 它是這樣的 你作為省長 省黨委書記 你省的GDP沒有達到8% 那你就沒有官升 沒有財法 尤其是沒有官升 那會造成什麼效果 造成的就是 很多人就去想辦法 比如說搞基礎建設 基建 基建是 大家要知道什麼叫GDP GDP其實是一切經濟活動的規模 都會成為GDP 你今天你投資要搞一個高鐵 到處起高鐵 你的投資那個錢就是GDP的增加 所以在中國大陸我舉一個例子 為了達到這個所謂GDP寶白 它們可以莫名其妙去見很多 沒有人用的火車站 沒有人用的 就是很少人用的 它一個機場 它其實五分之一這麼大就足夠用 還有足夠十年內 二十年內三十年內夠用的 它不是 它要起五倍這麼大 為什麼 我的基建的投資量就大很多 投資量大很多 我的GDP就上很多 所以是很荒唐的一種政策 這種政策開始有什麼問題 甚至很繁榮 嘩到處大興土木 這裡又見高鐵 那裡又見海港 那裡又見飛機場 很厲害 結果就是什麼 結果就是很多 很多折路 那個利用率是很低 是有很大的問題 中國的經濟呢 很多裡面是靠 噁人 有很多水分 來的 現在呢 搞了四十年 也來 Rapunzel 就是一方面的改革開放 就是等於一切用方言來達到的事情 都是這樣的 到了一定的程度 你那個方言被人看得穿 越來越多看得穿 所以你看現在 為什麼我剛才提到外匯儲備一直在降 為什麼 因為外匯儲備主要是兩方面的因素造成 一個就是你的出口 你出口越多 因為出口去外國 他們給錢是給你美金大多數 所以會增加你的外匯儲備 另外一個原因會影響你的外匯儲備 就是資金外套 因為所有中國的有錢人 他們將那些錢用各種途徑 匯去外國的時候 它不是匯人能幣 因為沒有人要人民幣 是要美金的 那你的外匯儲備呢 會減少 那最近這段時間是繼續下環 我記得是那個8月份 是少了412億美金外匯儲備 那9月份呢 又少了450億美金 就是一個月一個月明顯地下滑 很多人害怕 我跟大家說 很多那些民營企業的中大型 中型或中型以上的民營企業 那些企業家 他們不是傻子 他們看得很清楚 他們看得很清楚 他們是對中國經濟的前途 沒有了信心 所以356億就是有為上計 這是肯定的 我認識很多人都是在這個做的 已經很多一步 已經將大部份的他們的資金 移到西方國家 所以 我還是 我以前還提過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一個西年的老闆 他曾經跟我說過 你要記住 資金就好像野綠 為什麼呢 他就好像野綠一樣很好看 資金也很好看 但是你要知道 野綠他一聽到風吹草動 他一覺得有點不對頭 不知道是不是老虎或者太狼 他們馬上飛快地走 所以你要一個國家經濟發達 一定要做得很穩定 讓別人對你有信心 所以現在中國出現的經濟問題 歸根結底就是一個信心問題 大家對中國經濟沒有信心 他就好像一個漂亮的野綠一樣 資金馬上四面八方 飛快地逃跑 所以這個你騙了這麼多年 你都沒有辦法的 現在出動國安部來的大家 不可以再唱功中國經濟 這些是很荒唐的事情 也都是表明他們這一幫領導班子 是文革時代的紅衛兵那幫人 他們是靠喊口號來生活的人 文革的時代是無法無天 你就可以靠喊口號來鼓動人心 或者去激動人心去做那些壞事 但是你搞經濟用同樣的辦法 肯定會將經濟搞得越搞越碎 這個就是中共的一個非常無法解決的一個大問題 就是我一直都這樣說 我說回來的這個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 共產黨是得到一些甜頭 但是它肯定不會給你真的開放真的改革 為什麼 你真正改革開放 真正搞市場經濟的話 你的企業家的權力就會越來越大 對社會的影響就越來越大 你肯定接受不了 所以我一早就說這個改革開放 只是一種戰術上的動作 它是沒有辦法 因為文革之後 中國經濟會面臨全面破產 所以鄧小平想出這個辦法來改革開放 騙人的改革開放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以為是因為習近平 換另一個人就好了 不是這樣的事 沒有這樣的事 但是它原本就是想著要搞一陣改革開放 來救這個經濟 救到它 經濟又窮又怕 哇 繼續這樣改革開放下去 最後那些民營企業家這麼強大不行 我不跟人家分別的 所以肯定就要國進民退了 這個我很早就這樣說 不是因為習近平 大家千萬不要有這樣的幻想 習近平可能換另一個可能會好些 但是原則上不會好的 因為他們共產黨人是永遠不想 想將權利和老百姓的生日 就很簡單 那就講到這裡了